哈喽我的观众小可爱们你们好呀我是三金 今天想跟小可爱们分享的是一部悬疑恐怖像的动画短片 等车胆子小的小可爱们也可以放心实用哦 寒冷的深夜远离市郊的车站 一位老奶奶装看着某巧克力的广告咽口水 而后一个装扮害人的女孩走了过来 女孩表情凝重 恰之不时的雷声 气氛也变得愈发诡异 她掏出手机 天气新闻显示今晚可能会有雷雨 而且在过去的半小时内 有类似于流星碎片或是太空垃圾等的不明物体进入了大气层 接着女孩陆续收到了两条好友发来的短信 原来女孩刚刚跟朋友吵了架 现在朋友主动发来短信想要和好 并说等着女孩来参加派对 看到这儿女孩终于露出了笑容 她取下了图案吓人的隐形眼镜 还跟老奶奶分享了自己的糖果 就在两人安静的等车时 路灯开始闪烁并发出自拉自拉的声音 手机也没了信号 黑暗的道路两侧发出了诡异的形如眼睛般的亮光 亮光越来越近 灯光之下 女孩终于看清 竟然是三只丧尸 女孩推了推正瞌睡的老奶奶 不知道她是真的困了 还是打算闭眼妆睡 不理会此事 可不管怎样 女孩果断的挡在了老奶奶身前 想要保护她 这时丧尸摘下了面具 原来她们几个只是小混混 看样子是来抢劫的 好在公交车来得及时 几个小混混健壮 只好退了回去 女孩挥手示意 可不想这是一趟不载人的公交车 没办法 她只能再等下一辆 女孩警觉性的环顾四周 并示意老奶奶 不要害怕 而后她又收到了好友发来的信息 只不过接收到一半时 信号又断了 女孩举起手机 想要找到信号 戴着耳机的她 完全没注意到身边发生了什么 几个小混混又从后面围了过来 老奶奶想要提醒女孩 却被男子制止了 正是因为这个举动 碰掉了老奶奶的脸 哎 奶奶你的脸掉了 男子看看地上的脸 再看看帽子包裹着的黑暗空洞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就被老奶奶吞进了肚子 其余两个小混混 企图逃跑 不过依旧没能幸免 另一边 女孩因不完整的短信而哭泣 她误以为因为自己迟迟不到 好又不再等她了 过了一会儿信号来了 女孩也松了口气 原来好友的意思是说 不会离开派对会等着她 因为戴着耳机的缘故 刚刚发生的一切她都全然不知 当然也没注意到 一坏的老奶奶此时此刻 正站在她的旁边 可能下一秒 她也将变成食物 不过在女孩身边 怪物稍微犹豫了几秒 也多亏了这几秒钟 公交车来了 老奶奶见状赶紧戴上面具 再次伪装了起来 还跟女孩微笑着 挥手再见 女孩终于乘上车 去参加派对了 而后一个飞船 在公交站降落 带走了老奶奶 之前天气新闻提到的 太空垃圾 应该就是这艘飞船了 多亏了现实生活里 没有回放这个功能 不然女孩看了 估计会想 我这个耳机质量也太好了吧 不行 我要给我的小可爱 一人买一副 关键时刻能救命啊 总之 三天认为 短片中的几个反转 还是挺有趣的 看起来 噱头最足的丧尸 其实是最弱的人类 一身吸血鬼装般的女孩 也容易被误会成坏人 而看似危险性最低的 慈祥老奶奶 反倒是最强的存在 当她面对几个小混混时 毫不犹豫的就吞了他们 而在面对女孩时 她却犹豫了 其实因为之前 女孩的善良举动 救了自己一命 所以女孩子 千万不要在晚上 独自去荒郊 椰林等公交 可能会碰见 丧尸 混混和大怪物不说 去参加派对 那么多的好吃的 会长胖呀 简直太可怕了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三天的话 不如点个关注再走吧 爱你们哟